哈喽大家好,我是Jasmi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真的是拖延正晚期 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上一期视频到底是什么时候录的了 感觉应该有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出视频了 真的是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 那我们就回归今天的主题 首先呢,我想先问大家三个问题 你们平时喜欢听播客吗? 最常听的是什么类型的播客呢? 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情景或者时间下会想去听播客呢? 那么我先来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吧 首先呢,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听书的 之前一直在用喜马拉雅APP 但是因为这个APP呢,现在对这个地区的限制非常严格 很多节目在海外地区都是没办法收听的 而且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收费的 所以在去年呢,我已经把这个APP卸载了 发现了一个新的APP叫做小宇宙 这个不是推广啊 就是平时我真的会一直用这个APP去听 一般周末的时候,我会一边听着播客 一边自己放松一下 毕竟每天的工作都是一整天面对着电脑 就想让自己的眼睛放松一下 所以一般在周末的时候 我会选择更多的用耳朵去听一些东西 而不是一直盯着电脑去看一些东西 其实除了周末,有的时候上班觉得画图画的无聊了 我也会戴上耳机去听一听播客节目 这个时候呢,我一般是会去听一些声音比较沉稳的主播的播客 这样既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又可以让大脑稍微放松一下 至于我喜欢的播客的类型的话,大致分为三类 首先就是讲按键的 另外就是一些轻松搞笑的脱口秀类的 还有就是一些对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一些播客节目 下面这期视频呢,我就要给大家诚心的推荐几个我特别喜欢的播客节目 第一个要推荐的是一个组合 是日谈公园和日谈物语 这两档播客都是由李叔和小伙子两个人主播的 内容上呢,有一些区别 日谈公园主要讲的是一些电影、音乐、文学、动漫的热门作品 也会分享旅游、美食等生活相关的话题 整个节目的氛围非常轻松 而且两个主播都是北京人 让我觉得有浓浓的亲切感 就仿佛在听一个相声一样 一个豆跟一个捧跟,两个人互相配合 听他们的节目总是会不经意的笑出声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播客呢 非常适合上班族在早晚上下班的时候 去听一听来缓解一下压力 这个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和周四两更 其中会包括几期讲案件类的节目 后来由于日谈公园这档播客的承载力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最后他们索性就单独开了一个播客 叫做日谈物语 主要就是讲日本的案件 说实话这档播客是我在所有播客节目中最最最喜欢的一个了 虽然说它第一季已经在去年的八月份结束了 他在节目中也提到说 他们最近已经在开始录制第二季的日谈物语了 所以呢我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这档播客呢就推荐给和我一样喜欢推理和听案件类节目的小伙伴了 第二个是八分 由道长梁文道和看理想团队共同打造的一档文化类节目 平时工作的时候最常听的就是这个节目了 其中会讨论和重新审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也算是非常紧跟实事了 最近的一期节目就是分享他对于这一次河南暴雨这个灾难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在他看来加油河南这种话是很难说出口的 倒不是因为道德的问题 而是从情感上出发 他觉得不知道自己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 另外呢还讨论了这场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以及公众人物对这场灾难进行的捐款活动等等 这档节目就像一个年长的智者 在平静地讲述自己的经验和对这个社会的思考 而且最最最重要的是道长的声音和语气 真的可以让人静下心来 他曾在节目中说到有听众说他的节目有助眠的功能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档节目是他自己一个人做主播 而且他没有太多情绪上的跌宕起伏 就是平平淡淡的那种感觉 不过说实话 他的节目有些期数还是很水的 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过 不过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八分这档播客的 也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就很适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一边享受着暖暖的阳光 一边听一位长者娓娓道来 第三个是随机播动 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共同主持的一档泛文化类播客 每周三更新 这档播客呢是主要站在女性视角上 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比如人人字幕组侵权啊 日本核废水排放 鸡娃教育等等方面的问题 虽然说是从女性视角出发 但其实他涵盖的面还是非常广的 不会让你有一种 就是女权主义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还是比较客观的 听他的观点总会让我对一些问题 有更深蹭刺的理解 而且还会学到很多新知识 节目中呢也会时不时请一些嘉宾 比如就请过詹青云 江思达 炎一炎月等等 第四个是你吃饭没电台版 主播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奇葩说中的变手们 大多数都是杨其涵 赵英南主持的 是一档非常轻松的脱口秀节目 每期会邀请一至两位嘉宾 这档播客的氛围相比前面的几个 就是非常轻松愉快的 就感觉像是几个好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一样 而且虽说它是播客 但是有一种让你在看综艺的感觉 就非常神奇 这档播客呢就比较适合平时没事的时候 比如你收拾东西啊 做家务的时候 当一个背景音乐等等放着 每一期都会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比如刚刚毕业 不如社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第一份职业 以及职场经验 还有一些职场面试的问题等等干货 个人认为这档播客比较适合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以及一些想要创业 或者正在创业的一些年轻人来听一听的一档节目 在主播和嘉宾的聊天中 其实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共感 就是有一种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这种感觉 好了那这次就先跟大家推荐这五档播客节目 我也会一直不断的发掘新的好听的节目 之后再做一期视频推荐给大家 各位小伙伴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说一说自己对我最开始提的那三个问题的答案 也就是 你们平时喜欢听播客吗 最常听的是什么类型的播客 在什么样的情景或者时间会很想听播客 还有就是在我推荐的这五个播客节目中 有没有你比较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一个播客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区跟大家交流一下 因为我是从今年才开始听播客的 肯定很多小伙伴比我开始的要早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什么比较推荐的播客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下期视频中呢 我会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看的几本书 也就是月份的读书分享 喜欢这类题材的小伙伴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